好 在元宵节过后呢 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呢 就是228的四天廉价了 不过呢 每回这个时候 台铁订票都会出现不少的争议 只有民众呢 投诉台铁的配票不合理 因为呢 从小站出发都买不到车票 一定要到附近的大站才有位置 不过呢 台铁今天回应表示 同一班列车所经过的各个车站 都会按照书运量来配票 未来呢 也会检讨改善 符合民众需求 春节才刚过 台铁台北车站大厅又挤满人 为了即将到来的228四天廉价 许多人特地来车站排队取票 王先生要从树林到狱里 就得要亲自跑一趟车站 有时候会从台北上不一定 不过我习惯都从树林买 我应该差不多一二十块而已 或许他先预订 可能他没有去拿票 你可能隔天一大早早一点 有时候碰运气可以订得到 有民众反应 从海线白沙屯站要到台北 票都不好买 一定得到最近的大站 通宵站才有位子 不但要多花一段票价 还得到别站上车 认为台铁对车票的分配不合理 台铁指出 只要同班车有经过的车站 都会按照输运人数配票 不过也坦诚 有些站确实可能分配不到 台铁表示 每个站的输运量不同 如果大小站的配票都一样 就会变成大站不够用 小站没人做 建议民众加入台铁会员 可以优先补位 或者改定其他的班次 他可能在开放 定格的第一时间的话 就要来做一个定格的动作 他可以透过加入我们会员的机制 以我们系统来做自动的媒合 不过民众认为 很多人不知道台铁会员可以优先补位 有些站如果一天只有一班车 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台铁表示 一般在开车日的前三天都会有位置释出 建议民众多定几次 各站配票也会随时检讨 将会尽力改善符合民众的需求 记者欢迎入庄志成台北报道